我不怎么会羡慕别人 因为我们有很多时间都是在训练 而他们是没有一些基本的时间是运动的那些 这种生活首先给我带来的就是一个团结吧 总体的一个团队的精神 各个运动员的互相帮助 我觉得其实也不一定 因为其实读书这条路也是很难的 要有很多的机会而且一定要抓住它 其实我觉得一个专业运动员的前途也是很好 比如当一个教练其实未来也是很成功的 而且能和自己的爱好结合在一起 他们肯定能走得更远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集的文解课堂 这一集我们就是来挑战广州市队的男单 而这位被挑战的这位选手他今年还不到15岁 今天对自己有没有一点信心 看来我们紫霄同学学习好还熟读孙子兵法 就会用半猪吃老虎这一招 但是确实你今天还是要好好表现一下 不要像上期那样被女队员打得这么几分 然后今天如果这个还是这样子的话 那就继续五千名 继续五千名 i got a feeling at the time not a while, don't you stay in the light you better stay in the light try to listen to sing the song not a while, don't you stay in the light you better stay in the light try to listen to sing the song I'm so sick as the picture shapes come on I feel all that you can feel it your eyes pull me into stereotypes and I feel it all the time not a while, don't you stay in the light you better stay in the light and try to listen to sing the song not a while, don't you stay in the light you better stay in the light and try to listen to sing the song I'm so sick Yes, it'd be, like you said you will be Hein auch You need to be with me You need to know how you can end it you can even fly Thanks please I can't hide You just get away *** 挑战 好 那挑战已经结束了 这个我们吴佩文呢 就是2比0战胜的许子肖 打了个个位数 我觉得可能吴佩文打得很稳 然后我对出球也没什么信心 所以失误会多一点 然后他那个球路真的是很 球都打得很到位 这场球吧 就是自己的主动失误有一点多 比如在发接发还有发球的环节 然后其实一上去感觉其实真的是整个场上的整个速度 就是绝对的实力 其实是感觉有点跟不上的 但是他还是就感觉是拼命的去挣扎 然后我感觉很多球可能看着球快下跌了 就一步就跨上去了 就感觉这个步法是会就是有点乱的 因为其实吴佩文就不到15岁 但其实感觉他的整个手法跟他的步法都是非常好的 那个出球很到位 然后手上还有一些动作 然后整个脚上的跑动也是非常灵活的 所以紫霄跟他打起来呢 就会可能就觉得就球只要一步到位 然后对方就更加主动了 但是往往紫霄就是还经常不到位 然后就是越打越被动越打越被动 然后但是起码多拍还是有一些多拍的 所以其实这样球我觉得还是非常满意的 然后其实我们也是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然后具体这个点评呢 然后我们就看看我们的王正明老师 他是怎么讲的 既然上一期干招龙教练讲的是如何破解手强脚弱的对手 那我这一期就来讲一讲怎么去破解脚强手弱的对手吧 首先手弱脚强的运动员 他的主要特点就是在场上非常的能跑 而且他对球的理解也比较比我们一般脚弱手强的人要强 所以他们对跑动能力的要求是非常高 在包括在平时训练在打比赛的时候 他们可能对体能上跟那个跑动的范围上要求会比一般的要高 我觉得这是他们其中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就是他们的打法跟战术的意识比较明显 主要还是以拉掉为主 然后主要拉掉还是以四方球为主 然后结合去防守反击的这样一个打法 所以我觉得是手弱脚强的一个选手的一个基本特点吧 上一集破解手强脚弱强调的是高弧度的拉开 那破解手弱脚强就是反过来 可以先把他的位置固定住 不让他发挥跑动的优势 这有点像我之前讲的局部战术 但是都是大同小异的 那么我们该如何实现和执行这些战术呢 首先方法一 我们自己的自身要去加强进攻的一个效率跟成功率 那怎么提高这个效率跟成功率呢 主要还是把球的球速加快 可以推推后场 快抽 把他拉起来 反往到前场 突击漂亮 太好了 是点花缭乱 推拍下压之后 连接到往前勾对角 这是最大范围的调动 对手的转体位 或者我们可以尝试把球进攻的线路 杀得更长一些 把他的重心 主要压在后场 同时也让他的回球时间变长 从而争取自己更多的上网连贯的时间 然后在球的落点上要选择更加刁砖 我们可以尝试多杀一些斜线的回头转身球 意思就是对方拉斜线的时候 我们可以打一个重复斜线的线路回去 这时候他们通常都不够时间和步伐去移动 去防守这样的披萨 虽然有时候这样会失误比较多 但是这样会对于我们的信心 跟我们的得分手段来说 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而对于他的一个跑动的范围 跟他的跑动能力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打击 那方法二 那就是我们要加强 跟加快我们的场上移动 只要我们把场上移动加快 让他去跟我们的速度去打的话 那他的很多漏洞就会出现 因为那个脚强手肉的选手 他一定是跑动非常平均 而且跑动能力非常强的选手 如果我们有用变速跟快速的移动 去打破他的这个启动跟移动的话 那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考验 例如我们可以大胆地去再往前做一些停顿 去破坏他的第一次启动 因为他的个子不高 很难第二次启动后一步到位去救球 也因为这种选手通常个子不高 所以我们可以尝试利用身高的优势 去重复反复的压他两底线的平高球 就像刚说的把他的位置固定住以后 他的回球或者跑位自然就会有破绽 包括在前场也是可以多推弹他的两个底线 节奏上我们还是需要从脚步的变速起跳 跟一个出手的一个变化 还有停顿 还有隐蔽性的一个节奏 去突破他的一个整体的速度 如果他的整体速度过于平均 我们有个变速的话 那对于他的一个挑战也是非常大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